有實力的觀眾朋友 不管是在投資層面 或是我們自己事業的經營 耕耘層面呢 都會因為我們過去所累積的 這種很堅強的實力 會有一些人脈的加持 很多這種 我沒有想到 我可以在這個方面去賺到錢 或是我沒有想到可以這樣做 都會意外的 有這種口袋滿滿的一個情況的 也是非常恭喜觀眾朋友 第一名我們要恭喜的就是 謝謝老師 哪些星座在今年下半年 可能有意外之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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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想要在2024年下半年 有意外之才 那麼這三個星座朋友呢 精選推薦 來看第三名上榜的就是 牡羊座的朋友 自肥 自肥 因為好運呢 總是要先自肥一下 但是呢 真的是如此 牡羊座的朋友呢 是屬於無心插流 掏出金礦 那我今天上這個節目 我覺得最無心插流的部分就是 可以情緒用品可以做一下 我們也可以做開運情緒用品 開運情 還不錯耶 心情好就開運 這不是很棒嗎 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是牡羊座的話 聽到本集節目 請你無心插流一下 也許呢 可以為你的下半年 創造出意外之才 來 第二名的朋友 是天秤座朋友 恭喜 意外之才 天秤座朋友呢 天秤座朋友呢 在下半年其實對你來講 快樂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快樂產生的能量 可以為你的生活當中 創造出很多的財富 其實我們大家在想的意外之才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要現金 我要股票增值 或者是說我要很多的大量的財富 收入 但對於天秤座朋友來講 其實你的快樂指數越高 你的財富指數 你的這種幸福指數 你的這種財富的能量 其實就是倍增的 也能夠獲得財富的自由 我們祝福所有的天秤座朋友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呢 在十二星座裡面 還有誰是精選第一名 來看 就是天蠍座 有意外之才 天蠍座意外之才是哪一個部分 兩個嘛 這個部分很不錯 就是要做投資股市的部分 才能夠獲得財富的倍增 我們的這個雲熙 其實是兩柱上榜 對 兩柱 天秤座 天蠍座都上榜 其實對你來講呢 快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 也可以做一些 專業投資的一些思考 比如說你可以把一些這個金錢呢 放在不同的這個區塊 作為一個這個分散風險的動作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剛剛這邊 沒有提到這個採提 但是我觀察了一下採提的命盤 其實你在這幾年 運勢都是蒸蒸日上的一個發展 那麼你剛剛所提到的一些 不管是實體通路 或者是線上的一些虛擬通路 我覺得其實都會是雙軌並行 而且會越做越好 所以這個部分提起這個採提 其實雖然你很努力 很辛苦 同時又是女強人 又是媽媽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其實你是不怕累的人 你反而會覺得說 因為付出而努力而獲得的成就感 這個部分才是你最大的幸福來源 所以我覺得就是給你做一個祝福 而且我覺得觀眾朋友 如果是說採提的朋友 這個時候如果說你要跟採提合作的話 應該要對他多多加碼 好的 我會 因為他還會有蒸蒸日上的機會發生 對 是 那我們也提醒天蟹座朋友 如果你過去有長期做投資股票的一個發展的話 其實在下半年可以做一些加碼的動作 那如果是說你在過去沒有投資股票 或者說你比較懼怕這種比較變動性高的 這個投資方式 我覺得因為你的這個投資的能量 是集中在財富的這個區塊 是屬於這種投資性 或者是投機性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可以做一些涉略的 也幫助你在資產上面更多的多元布局 那老師 房子不算嗎 房子不算 比較是屬於股票類的一些投資方式 謝謝老師 來送你一個 謝謝 我們口袋不夠深 能不能有機會深一點點呢 好 當然有囉 好 來 一樣 我們從自己心盤的太陽跟上升星座 來看看下半年有賺錢機會 你可以好好的去把握的星座有哪些呢 首先第三名我們要恭喜的就是 牡羊座的朋友 宇峰哥 對 宇峰哥跟聖美姐有上榜 宇峰哥 好 來 牡羊座的朋友我們說是 眼光獨到 判斷精準 真的啦 偶爾誰走路不會拐一下的對不對 但是呢 只要牡羊 他有去做功課 認真的研究 下半年你會用一種真的是 自己會覺得就是這個 我看準了 然後呢 判斷精準 讓我們賺到錢 所以值得期待的 第二名呢 要恭喜的就是 處女座的朋友呢 我們說 實力說話 財神喜歡 就是說有實力的處女座朋友 不管是在投資層面 或是我們自己事業的經營 耕耘層面呢 都會因為我們過去所累積的 這種很堅強的實力 會有一些人脈的加持 很多這種 我沒有想到我可以在 這個方面去賺到錢 或是我沒有想到可以這樣做 都會意外的 有這種口袋滿滿的一個情況的 也是非常恭喜處女座的朋友 第一名我們要恭喜的就是 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的朋友 人脈加持 三個都有 對 像玉峰哥常常 見到面都會隨便撒紅包 這就是一種 財布師對不對 人脈加持 請客也是不在話下 我們講其實射手座的朋友 基本上他們本來就是一個 你知道笑臉常開的一個星座 笑口常開 所以基本上會有一個好人緣 加上過去確實射手座是一個 它把你當朋友 真的會對你非常好的一個星座 所以自己累積的一些人脈 會為我們在下半年帶來 真的是滿滿的財富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把握 哪些星盤在下半年的運勢 會紅不讓呢 下半年運勢紅不讓 可能就是相對著上半年 是有點悶悶的 所以這是可以期待的 首先第三名我們要恭喜的就是 金牛座的朋友 我們說 金牛座的朋友可能上半年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好像想要力圖振作 但是就會有一些那種 好像行動力就突然受阻了 或者是一些外在 實際的一些現實的狀況 害我們沒有辦法去逐夢 那這樣子在下半年 就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了 你會覺得好像當我 立定了一個心中的一個 真正要追逐夢想的目標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貴人出現 這種水到渠成來幫助我們去圓夢 那這樣子我要提醒金牛座的朋友 我們還有一點點的時間的話 如果你現在很茫然 沒有夢想 你會浪費這個機會 所以趕快找出心中 我要好好的理財 我要這個問清楚 現在可以買什麼股票 或者是我要做什麼樣的工作事業 去加強我們的實力 都趕快立定夢想 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名呢 如果是落在 雙子座的朋友了 要恭喜的就是呢 把握機會拓展新局 這樣子川普好像也有中 來看就是 好 真的 雙子座的朋友要恭喜你了 特別是真的是在工作事業上 或者是就是你過去可能就是 我們講說就是很專注在自己的本業 那下半年會有一些時間 可以從事一些副業的機會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或者是說呢 這個有時候過去都是一起 這個在公司裡面上班 我想要開始自己單打獨鬥 經營自己的話 我覺得也會有很多的機會 跨出我們的舒適圈 做一些新的嘗試 也會給人家一種 這種刮目相看的一個機會的 第一名要恭喜的就是 摩羯座的朋友了 摩羯座我們說 終於鬆綁開始起飛 摩羯座的朋友 其實基本上是非常安於現狀 他會覺得 其實我過去一段時間 你去問摩羯 過去你壓力很大吧 他就說我覺得還好啊 也就這樣吧 但是其實講實在話流年來說 摩羯座相較於可能三五年前 過去這段時間 包括今年上半年 摩羯座是相對低調的 那這首我要恭喜摩羯座了 在下半年呢 我們真的就可以開始覺得 哇好像整個人的這種 整個枷鎖都鬆掉了 可以開始好好的享受人生了 恭喜有上榜的星座 三位來賓都沒有對不對 因為三位來賓就已經 非常的HOME RUN了 而且是一整年的HOME RUN 所以呢就是不在這裡面啦 提供給大家看看